本人的聯合表決聲明 造成廣泛且深度的影響 我們對今次的法案改修改的內容 持保留意見 關於修改第78條工作時間制度第9款 流行指出公務人員必須遵從領導的決定及命令 日後只要領導的命令 於自己所屬部門或其他地方工作 都只能服從領導命令 無論命令是否恰當 僅僅數字的變化 修改造成如此巨變 將衝擊長期以來公務人員的職能 即及及新訪表的規定 簡而言之 假如維持現時修法的內容 將來一名技術輔導員 高級技術員或護理助理員 分分鐘因領導強制的命令 因需要搬桌椅 清潔以從事與其職能不相符的工作 卻無法提出抗議的極端情況 其次是修法只是一次微調法律條文的提案 特區政府未展示公職法修法的系統性 全面性的特徵 公職法是由眾多法律法規組成的複雜系統 修法不完善 或法律法規出現含糊的部份 引致各部門對法律解讀的困難 及出現任意性 導致將來出現更多不公平的對待情況 更令人遺憾的是 事次修法法案內容 尤其是上述所指第七十八條第九款的規定 特區政府並未預先向澳門三十多個公務員團體進行諮詢 期望將來法案至小組委員會討論時 小組委員會能主動聯絡相關團體提供意見 以全面聆聽全澳社會對此法案修改的聲音 多謝